陆生找到了吗 没有啊 今天一早 我是二叔家 二叔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就连北方公司 他那个贴身秘书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手机也成了空号 必须尽快的找到段陆生 阿晓 要是不出我所料啊 陆生肯定没出赞段家胡 挖地三尺 也得把陆生找出来 好 我赚进去 去吧 阿莲呢 什么事啊 是吗 段慧君让我中午到别墅去找他 好 我知道了 来 董事长 我敬你一杯 干 吃点菜 和汤 这个汤挺好的 好好好 段霖 段霖生 最近到哪儿去了 听他公司人说是 去了一趟东北 就不见人影了 我正派人到处找他呢 这个段霖生 也太不像话了 竟然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私自贩卖 伪劣产品 董事长 这一次一定要严肃处理他 嗯 有这样的决心就好 一有他的情况就立即向我报告 是 段霖 离二十七工程土地竞标的时间只有几天了 我们的资金回笼的情况怎么样啊 非常困难 虽说打假提高了海天的声望 可是人们的消费心理 这您是知道的 一招被蛇咬 时间怕警绳啊 可是股市不是回升了吗 嗯 从打假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 股市也只回升了几个百分点 股民们对咱们海天股 还是显得 信心不足 照你这么一说 我们海天是 没有希望吧 有 有 很有希望 那你说说看 只要咱们海天的这块牌子还在 那就有希望 假期 跟谁啊 哈哈 我这也是个初步的想法 还没有具体目标呢 啊 海天这块牌子 金瓶菇 价值十几个亿 你说我们要是出让的话 总没有人买啊 怎么不说话 董事长 您是在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 本来我想土地竞标 去拉动股市 可是现在手头非常紧 这件事情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办得成 就像你刚才说的 海天走到今天 除了这块牌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除让 倒还是一条路 董事长 要是出让的话 底线会是多少 这到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好 段林啊 我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董事长 请指示 推举新任董事长的董事会 不能再拖了 我想就把他跟明天 研究竞标土地的会议 合而为一吧 好啊 这个主意不错 两肠芝麻一起打 省工省钱 省精力 选举新任董事长 是这一次董事会的主要议题 段林 以后要有思想准备啊 董事长 你真的要退啊 你以为我再跟你演戏啊 不 我是不想让您退下来 段林 虽然我们俩不是心胸妹 但我们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啊 是宁可伤了兄弟 不能伤祖宗啊 我段林 绝不会干对不起您的事 嗯 那就好 哦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 嗯 给我发了一个段子 特别好 特别有意思 我那天给你听一下 嗯 在这 钱多钱少 够用就好 官大官小 亲脸就好 喜怒哀乐 真实就好 人美人愁 善良就好 真真假假 明白就好 我想再加上一条 是错事物 回头就好 怎么样 这个信息很有启迪吧 哈哈 妙 真有点意思啊 嗯 段路生回到段家湖 只待了一个晚上就失踪了 说明这批黑心棉 的确大有完章 看来 我们对存在地下工厂的猜测 是正确的 让我们来做个推理 在一个 月黑风高的晚上 一批从秘密的加工厂里 加工出来的羽绒服 贴上了海天牌的商标 正等待着集团车队的装运 就在这时 董事长突然出现在途中 如果取消装运 他们将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 阴谋很可能就要暴露 为了阻止董事长继续跟着车队 最好的方式方法 就是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 车祸以后 大老张受到了威胁 并且出尔反尔 还有人给他办理了提前的退休 给他一笔钱 用来堵住他的嘴 大老张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自保 于是举家迁徙到了苏北 他们满以为地下工厂的事情 从此销声匿迹 可谁想到 段禄生的黑心棉事件 又使他重新露出了水面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已经向彼得洛夫 和全国的消费者 许下了诺言 一定要找出造假的源头 明天 你南下苏北 寻找大老张 我继续留在清城 寻找段禄生 我们一定要揭开 海天的黑幕 尧门 你南下苏北 就会尴尬 尧门 小爷儿秘书啊 卢生有信吗 没有 你是说杨阳今天订了一张飞往徐州的机票 刚刚呢 知道了 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段林总经理说了 过些日子就把你调回总部 大老张 杨阳 大老张 要不是我工商局朋友帮忙 我还真找不着你 杨阳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 吃完这顿饭 你赶快回段江湖 让他们碰上了 那可不是好玩的 大老张 我觉得平时段刚总经理对你不错呀 你总不能老躲着吧 海天的水太深 段总就说在台上也奈何不了他们 更何况他现在都下台了 车祸的事呢 我真理说不出什么 吃完饭 您走 我求求您了 大老张 饭 段陆生失踪了 段强一直在他们家盯着都没找到他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陆生在我那儿 那让他赶快来见我呀 段慧君也一直在找他 所以最近他绝不能露面 段总 关于地下工厂的事 你并没有跟我说实话 陆生都跟你说了 当然 这都怪他自己擅自做主 太没有远见了 要是听我的 哪会有这种事 陆生 毕竟毕竟还年轻 段总 您和段慧君共事多年 你知道他最顾虑的是什么 段慧君心目中 他的脸面很名声 比他的性命都重要 对 这是老天帮助咱们 我们有了新的杀手锏 喂 您好 我是医院 段慧君的欢迎单出来了 好 太好了 难怪乔曼先生 派你来打前战 真是太英明了 那 事成之后 你如何谢我 李秘书 你提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 陆生 必须出任新公司的总经理 看来莎莎 真是爱上我们段慧的陆生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谢谢 你好 我拿一下段慧君的欢迎单 谢谢啊 喂 庞安 我是白东平 喂 你大点声我听不清 喂 现在听得清楚你说吧 董事长的血糖检验报告出来了 大夫的初步诊断 是肺癌中期 什么 肺癌 我真不敢相信 可不敢告诉董事长和段松 你说该怎么办 这事你先让别跟别人说 我马上飞回来 好 好 这件事干得漂亮 可是那大老张怕掉命 死活不肯讲真话 看来这件事你得亲自出马了 啊 你留在青城处理黑纤棉的事 我马上飞过去 这件事事不宜迟 好 明天就要开董事会了 我们共同奋斗了二十年的兄弟 真的会背叛海天吗 什么叫能力啊 这就叫能力 减速 大方向 除了您 谁能挑起海天的这副重担呢 您今天要不要处理它 我们就绝不回家 看来和段林分道扬镳 是在所难免了 明天的较量准备好了吗 有了你的杀手锏 这个女人肯定会让步的 所以明天你和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 来 祝你在董事会上取得成功 干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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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失眠了 我睡不着了 这段时间你总失眠 明天还开董事会呢 阿林 你推荐的那本大败局 我看了 那边说的好多事儿 就像我们海天 所以啊 我们要为自己多留一条 阿林 你是不是人心爱我 再又问这话了 如果你是真心爱我 就应该去跟董事长说清楚 我估得心肠好 也非常念旧 只有你们思想一致了 海天才不会出现败局 你说 我有什么事儿 黑妹的事儿 我跟黑妹 是谈过生意 可没谈成 后来就没再联系过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让我去死二叔的账 那不是为了保护陆生吗 你是怕暴露你的地下工厂 阿林 这可是大事儿啊 阿林 这哪个领导 他不给自己的部下 某点福利啊 想起吗 没啥事儿啊 是 阿林 看来 我是真的劝不醒你了 劝不醒就不劝 我真的没事儿 我去睡不睡 我心里有事儿睡不着 我给你拿瓶瓶药 吃了药 好好睡一觉 明天开会呢 先上去 我给你拿药 来 我来 很奇怪 我来 我 blessing 你 你 来 来一下车 段强 是我 四哥 小鹰报告杨阳今天给段刚买了一张飞往徐州的飞机票啊 一定是他们找到了大老张 这样 我立刻让彪我去找你 你们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 让这个大老张永远消失 好 我会安排的 阿强 这个事要干得干净利索 要不然我们的A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是 我明白 对 好就这样 董事长 你歇会儿吧 马上就要开董事会了 二期工程是讨论的重点 你怎么了 庞啊 没事 就是看你太累了 几点钟了 快九点了 走 去会儿 董事长 就说 这里 来 坐下 我的功能 我今天还能够一个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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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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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我是段刚 段总 说吧 董事长,董事长 你别着急 董事长,他得了癌症 什么? 癌症? 是啊,我已经到了段佳虎了 你应该劝劝他 不应该再召开董事会了 好 我会劝他的 你先把他照顾好了 我知道了 嫂子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 什么? 怀疑是癌症 怀疑我得了癌症? 庞安已经把你的血痰送去化验了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这是谁说的 白东平刚刚给我打的电话 嫂子 董事会 你千万不能去开了 你现在 不能再受任何的刺激了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太过激动 公司不能没有你啊 嫂子 娃娃卡 你听我说 你千万不能回来 要是让黑心棉的时间 关系到我们和远东 都能够合作成功 你一定要听着 这是拯救海底 最后一不及 我没事 我挺好的 我能听得住 这么长时间 我不是都听过来了吗 有一个电影是 这么说的来着 心中有害的人 是不会死的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 他张开 我 我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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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邦总 你该走了 董事长 董事长 我想与您单独谈谈 只占用您五分钟的时间 好啊 我也真想找您 我决定辞职 离开海天 还没有完成任务就要走 你要善始善终啊 黑妹小姐 没错 我就是您要追查的黑妹 站起来 这没有您的位置 说吧 你究竟在为谁卖命 董事长 前年秋天 在上海国际服装节 大西洋跨国集团总裁 请我赴宴 您不会忘了吧 是那个乔麦 是那个乔麦 李莎莎 我们海天 对你怎么样 我段慧君 对你怎么样 董事长 您跟海天 对我都很好 但是 在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在追求 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 我也不例外 为了利益 就可以不顾羞耻了 为了利益 又可以卖身投靠 为了利益 就可以跑老子的门 不 我没有那么下座 我在与世界接轨 世界经济是全球村 焦曼先生的大西洋跨国公司 进军中国羽绒服市场 很吸引我的眼球 你应该知道 大西洋跨国公司的羽绒产品 是很优秀的 但是 他们成本太高 价格昂贵 是贫穷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不能接受的 因此 他们需要廉价的 有相当技术含量和规模的生产基地 海天 就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 我 就是他们打前站的人 看来彼得洛夫 只是一个配角 对 在这个战略计划里 彼得洛夫是一个很出色的配角 我们利用他转移了您的视线 给我们时间让海天股一路下跌 这样 焦曼先生进军中国羽绒服的成本 就大大降低了 就凭你 把我们海天的机密出卖给彼得洛夫 我就可以送你进监狱 你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彼得洛夫 如果我进去了 彼得洛夫也跑不了 而且 你们的旧情是很难割舍的 怎么还没以外 还不开不开了 段鸣 段容 段奎 怎么都没来呢 不知道 还有段方呢 也没看见 段鸣 这 这怎么段鸣也没来呢 二叔 腿在他自个身上了 去哪了我怎么知道 你 你 好 我自己打电话 二叔 算了 我打吧 你 那般鸣 在海天的代理人选呢 这是个秘密 大西洋矿物公司 不是号称世界头号企业吗 也搞暗箱操作 这是个策略 怎么 董事长对乔曼先生 在海天的代理人很感兴趣吗 为什么不能 这是您的真心话 我要和乔曼直接对话 我就是乔曼先生的全权代表 只要您愿意 我可以说服他 让您成为新公司的代理人 条件呢 很简单 共同打造世界名牌 董事长 我觉得您应该想开点 现在有多少大型企业 不都走在我们前面了吗 比如汽车产业 现在一统天下的 不都是国外的品牌吗 大西洋跨国集团的羽绒服 也有许多名牌 像海德曼 紫罗兰 也玫瑰 我们也在他们的品牌后面 加上个Made in China 不就行了吗 那中国的品牌呢 谈话一线走不出国门 自身自灭 董事长 你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只要你能赚到钱就行啊 我要她的女人 你还配做一个中国人吗 快去去 今天就是段璐生二十六岁的生日了 这个你总不会忘了吧 你什么意思 母亲怎么能忘记儿子的生日呢 你在说什么 你别以为你不说 全世界人就不知道 这是你心中最大的秘密 都隐藏二十六年了 也该公布一众 我心中最大的秘密 我心中最大的秘密 活大 三十英菩萨 给咱送儿子来喽 会军是你 四嫂 我求你了 四嫂 哎呀 快起来 我不会说的 放心 我不会说的啊 快起来 那这里怎么办 你这领产机不是快到了吗 咱们今天就去找一家医院 你这段家伙越远越好 是喜事 大喜事 看看 蒙蒙胎吧 老院子 你真有后劝 你这样平亮啊 臭小子 你说我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这么说 你承认了 我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段林的老婆 没想到吧 是段林告诉你的 其实是你 对段鲁生那慈母的关爱 和神情 引起的我的怀疑 天赐良机啊 让我遇到了 那个被段林抛弃的女人 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你恨我 你认为呢 在这种时候 你还问得出这句话 日月轮换 爱恨交替 人世间 是由爱和恨组成的 董事长 您不必太在意 你可以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阿里说 我应该喊您一声婆婆才对呀 出去 段鲁生现在就在我那儿 我可以让他来见您 哦对了 我还要来向您道喜 我怀孕了 怀的是陆生的孩子 是个男孩 您就要做奶奶抱孙子了 一个女人 能走到这一步 还图个啥呀 出去 爬 你如果再不愿 做出让步的话 段鲁 将对外公布这个秘密 把这个女人 给我赶出去 出去 董事长 白秘书来了 李秘书 董事长呢 在里面 这不是让咱们开顺吗 这会啊 走 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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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站住 谁敢走 都回去给我坐着 还愣着干什么 二叔不说话了 都回去坐下 董事长 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在工作 你不要命了 不论如何 都得坚持住这几天 现在是关键时刻 你看你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来真不等于死亡 何况还是医院的初步诊断 有人说好人一生平安吗 我是好人吧 我们现在去医院 一个也不能等 董事长我求你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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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病情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几天极其重要 决定着海天的生死存亡 我不能爬下 更不能躺下 你明白吗 你化妆盒了吗 带了 把化妆盒给我 我要补补装 换解衣服 你也把自己梳理一下 马上就要进会场了 咱不能灰头土脸的 让别人开笑话 去哪儿 断墙 断明 断荣 断魁 断大龙怎么没来 他们 没有必要来了 什么意思 他们决定 转让股权 人各有志 转让在你名下了 对 我现在拥有海天股权的 百分之三十六 和你一样多 那断联呢 他的股权是不是也成了你的囊中之物了 那是下一步的事 那是下一步的事 给断联打电话 让他立刻来参加会议 不用打了 断联今天有点不舒服 请假了 这就是断强 断明 断荣等几个董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好了 现在我们开会 今天的会议 我们主要讨论 二七功臣土地的竞标问题 不 今天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研究股权转让问题 今天的会议 由我和断慧军董事长 共同主持 我说断联你急什么 这个位置 是那么好坐的 你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不就凭着你 拥有海天股权的36%吗 换账 断联 你太不像话了 把椅子 给我挪回去 二叔 你发什么火啊 我现在拥有海天股权的36% 要是再加上断联的 我还比断慧军 多两个百分点呢 我最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 把椅子挪过去 数位董事 既然断林 把话都挑明了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断林 你今天的议题 不仅仅是这个吧 对 看来什么事 都逃不过董事长的眼睛啊 既然你今天 也把话挑明了 那我就直说了 诸位董事 这就是 大西洋跨国集团公司 全面收购海天股权的协议书 现在 我来想大家 宣读一下协议书的内容 大西洋跨国集团公司 全面收购海天股权的协议书 经双方协议书 这是发给海天种植 合约的正式动植 请 总赛国目 喂 喂 小姐 董萍 对 是我 你好 我现在正在海天呢 什么 你去段家胡了 海天现在正在召开董事会 段林他们步步相逼 段慧君很有可能会失去对海天的控制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